11月13日周一盘前板块分析 周末的消息呢 我们昨天在周平当中呢已经说了 今天早上就不再阐述了啊 今天呢大概率会是高开的 但是能不能高走 经过了几天的震荡整理之后 我们真的希望大盘今天能够从事成事 但会不会呢 一定要有板块走出来 板块走不出来这肯定是不行 还是说银行保险呢 还在下跌的什么 其他主流的东西都在下跌 单靠几个题材这个是不行的 另外今天的科技这个方向 能不能卷土从来呢 在经过了两天的调整之后呢 我们都是值得我们所期待的啊 我们来看一看周五的表现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下跌当中分析分析 看哪个能够今天能够表现表现啊 那么周五呢 延期走得比较好 医药商业走得比较好 还有这个煤炭也可以啊 还有几个那存储芯片跟AI芯片 但他们的大部分是充高贵赂的有点啊 一部分一部分 再有呢就是石油行业 其他的方向呢 没有什么太值得可以说的 这些呢都不是十分主流 那存储芯片的走得不强 煤炭还可以啊 我们看看行业板块啊 行业板块呢 第一原器 第二医药商业 医药商业我们不点评吧 是不是 然后呢是煤炭行业石油 航天航空采决 下跌的呢 保险文化传媒游戏 文化传媒游戏互联网服务 他们都是一个系列的啊 就他们呢 经过周三周四大展 以周二周三大展 然后连续调整两天 这也在情理之中啊 光伏设备低位的就不是太正常了 然后呢我们看一看 你看这些东西呢 我们发现行业板块当中呢 没有那些什么像 虽然保险就那么几十股票, 但它这, 主要力量之一, 文化传媒, 文化传媒这种调整呢, 很显然这两天的阳线, 两天的阴线站不住, 即使是再出阳线的话, 那也没法跟呢, 游戏这都没法跟了, 像互联网服, 这都得等一等, 它不会马上就结束, 或者是这地方, 咱继续创新高, 我们也没法跟, 有的呢, 那肯定都卖了, 没有的不能买, 汽车整车也是一样的, 我判断这地方的整理呢, 还没有结束, 再继续反身呢, 那我们看这个要看力度了, 因为它毕竟下跌, 这是第二个低点, 它还好点, 是吧, 如果这, 你看这地方是个高点不过, 这地方再来个低点不过, 那要过去才行, 画一个压力线, 过去放量过去才行, 光复设备低位盘, 光复设备呢, 倒是没什么可说的, 大概就呢, 进入到了底部盘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至于这个周五的这个小银, 这个中银线呢, 也不必过部分的担忧, 不过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市场的主流的方向, 资金的攻击的方向没在这里面, 那跟它有耐心, 慢慢跟它靠还行, 远见开发呢, 就比较复杂了, 为什么比较, 因为这个行业太大了, 高罗万象是不是, 所以说呢, 你看假如有些严工智能在这里面, 有些什么其他东西也都在这里面, 所以说, 这个去到这个相关的概念板块当中去找, 单看远见这个行业呢, 这地方反上涨之后, 上涨之后是四天, 这个地方也是上涨, 这地方是上涨五天, 调三天, 那么这地方好像还没, 还应该调一调再说是不是, 有点进入到多头市场, 那是成交量差一点, 还得找相关概念板块去, 房地产开发, 这个房地产开发呢, 周末好像是, 你里也未利好呢, 也可以, 但是它跟一体F走势并不一样, 一体F也创新低了, 它也创新, 这一波的上涨是没有成交量配合的, 总体上来看, 房地产还是应该没有趋势, 还没有完全的扭转, 这个行业怎么说呢, 有点实之无畏, 气质还有点可惜, 是不是这么个概念, 那我是不太愿意考虑房地产的, 除非它出现一定的其他的, 什么大的成交量, 或者大的消息, 这个东西你要做它, 还不如考虑其中有些板块当中的, 有些这个房地产板块当中的, 有些个部, 酿酒呢, 这个行, 这里面这个酿酒它不是白酒啊, 它包括白酒, 也是出现回落, 回落之后就等着分时反身动过就行, 调整的差不多了, 看看能不能站一站, 能不能站一站, 就会有小周期的上车信号, 看看今天怎么走啊, 看看几个上涨的, 天然气呢, 岩气, 岩气, 不光是天然气, 一个放量的平台突破的一个线, 应该是还有上同的动能吧, 我们这样的板块暂时考虑考虑做多可以, 除非这个阳线这个一半都失手了, 那就得慎重了, 我估计这种概念不一定大, 一要商业我们就不点停它吧, 因为它这里主要是个股机会啊, 煤炭呢, 实际它这个地方的量放得更不太大啊, 前, 这个上周呢, 我们说过煤炭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我说呢, 这个地方有可能往上穿一下, 果真还穿了一下啊, 如果没有呢, 看, 实际它跟前高也很近, 是不是啊, 更多的是个股的机会, 板块呢, 估计一冲呢, 就会有震荡, 看看今天能不能拔起来一颗更有力度的阳线, 看一看这个阳线, 不过我判断这多是个小阳线啊, 然后呢, 就不如震荡整理了, 石油也不看吧, 因为什么呢, 那个大石油呢, 走得不好, 是不是, 这个呢, 实际它这种走势呢, 并不是市场的真实写照, 航天航空要说一说, 这个地方并没有完全的走出盘局, 你看这个阳线呢, 你可以理解为不算太强, 要太强向上继续发力, 才能断定这个小盘景应该是结束, 一举站上六零线, 成销量伴随着一定会放大, 才好有那样的信号, 还能算积极一点, 什么铁路公路啊, 有点小迹象, 是不是有点小迹象, 往小多头啊, 也可以琢磨琢磨, 这都不应该是市场的主流, 像包装材料啊, 物流啊, 你看这物流你, 也可能是这个进入到恒寒震荡整理, 趋势并不明了, 这些小板块没什么太大意思啊, 我们还是要重点看, 今天看呢, 一个是传统行业的主流行业, 看看动不动, 这是一个啊, 再有呢, 就是科技方向, 看看怎么动, 刚才分析这些, 也是有个别的板块, 有点些许的交易机会, 是不是啊, 因为上周呢, 经过这个科创板涨了四天, 调整了两天, 创业板涨了一天, 调整了四天, 那么很显然呢, 个股的机会是有的, 但是板块呢, 连涨的板块, 有高抛的这个地方, 你再涨一颗阳线, 你追回去的概率也不大, 成功概率也不大, 具体的我们盘中再说吧, 10点20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一起来看盘,